被告人围久师说,他本是出于好意帮助受害人按摩,但是在按摩结束后,受害人的家属主动给了他200元钱的辛苦费,他不好推辞便收下了。 进场喝酒了,那刚开始你按的时候用的力,是轻轻的帮他按,还是一开始就用大力气的帮他按了,刚开始是轻的,那刘虫的话,当时你用轻的力道来帮他按的时候,他表现出那种有那种痛苦的状况吗? 在举证治证阶段,公诉机关首先出示了第一组证据,书证,向州县中医院,柳州市中医院,向州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受害人入院出院证明材料,证实受害人李某生患有肺炎,两侧肋骨多发陈酒性骨折。 胆囊结石,脑萎缩等病症,且腿部有严重疾病,受害人患有重大疾病。 对于公诉机关出示的第一组书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随后公诉机关出示了第二组证据。 是鉴定意见,主要证明,一,被害人李某生因心肌梗死而发生疏似。 二,被告人、围救师在对被害人李某生进行按摩时,力度很大,导致被害人李某生身体多处皮肤线戳查伤以及右肩囊出现肿脏出血, 由于鉴定意见通知书涉及到司法鉴定方面的专业指示, 为此公诉人向法庭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 对于上述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无提出异议, 随后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受害人儿子的证人证言。 大概十八十十分左右,我爸精神还很好,讲话很清楚,跟平时一样没有什么异常。 我爸见到围救师还跟他打招呼,并跟围救师讲,现在脚瘫痪,没起的床。 围救师也跟我爸聊天,围救师就讲, 他会依我爸的瘫痪问题,按摩吃药以后会好起来的。 围救师还保证讲,给按摩,保证过段时间能走路。 当时在场人友李胜贤,我跟我妈围爱菊, 我爸听见围救师这样讲,我们也讲我爸的病人好起来, 所以我们就同意围救师帮我爸按摩。 围救师就喊我和李胜贤帮服务我爸的脚膛没个移动。 我和李胜贤就分别用手抓着我爸两个脚踝关节上面点的小腿部位。 围救师继续用手掰开我爸的膝盖, 从里向外重复按,按了十多分钟以后, 围救师就开始加大力度。 围救师加大力度后,我爸就开始觉得难受, 头头头冒汗了,还不停地喊, 痛啊,痛啊,我见情况不对,我就喊围救师停下来。 我伸手去摸我爸后备也出了很多汗。 我跟围救师讲,我爸已经出了很汗了, 但是围救师讲,没有事的。 然后围救师就跟我要200元钱, 讲是拿去帮我买草药的, 我就从身上拿200元钱给围救师。 审判长,你正已向法庭出事, 你向法庭宣布完毕。 对,你这个证言的话, 费用人有什么意见没有? 随后,公诉机关继续向法庭出事了, 当天在场其余人的证人证言。 这三个证人证言主要证实了, 案发时,被告人围救师对被害人里面中, 实施了剧烈的按摩行为, 之后造成被害人里面中间抢救无效死亡。 在案摩完成之后, 被告人围救师收取了被害人家族的200元人民币的草药费。 紧接着,公诉机关向法庭出事了受害人邻居的证人证言, 证实案发时曾听到受害人李某生的叫喊声。 对于上述证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不认可。 随后,公诉机关向法庭出事了被告人围救师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 最后一组证据是被告人围救师的公诉与辩解。 他的公诉与辩解主要证明了被告人围救师知道李某生身患重病, 且腿部有残疾不能动。 之后,其在对李某生实施剧烈按摩行为时, 李某生叫得很痛苦,叫得很大声。 其的公诉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见到李某生时, 他状态很好,还跟我们聊天。 李某生讲他下肢瘫痪。 我听到就讲原来我儿子手瘫痪时, 我给他按摩效果蛮好的。 还有,今天给我介绍一些药酒, 停时刷他脸好更快。 李某生老婆跟他儿子就同意我按摩, 按摩大概有十分钟左右, 李某生就很痛。 我们就讲按摩没有事情了, 按摩肯定有点痛,下午就好了。 被告人维救师的公诉已向法庭出事。 维救师你在公诉机关, 在检查机关所做的公诉是事实吗? 好。 李某生, 下面进行审视部分的法庭辩论, 先请公诉员发表公诉意见。 下面公诉员发表公诉意见, 审判长,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宗法第184条, 第193条, 第203条的规定, 我们受向州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派, 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 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并以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现在本案, 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请法庭注意。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围久师的行为, 与受害人李某生的死亡结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 被告人围久师的主观心态, 属于自信和疏忽大意的过失。 被告人围久师的行为, 以触犯刑法第233条的规定, 应当以过失之人死亡罪, 追究被告人围久师的刑事责任。 量刑部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 过失之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法案中被告人围久师的量刑情节, 其的量刑期间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减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综合考虑被告人围久师的量刑情节。 最后建议法庭判处被告人围久师,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审判长, 公诉意见发展完毕。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方认为, 围久师的犯罪行为, 其主观心态是故意而非过失。 同时, 被告人并不具备刑医资格, 为受害人按摩治疗的目的, 只是为了索取钱财,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刑医罪。 第三是, 在被害人感到其中痛苦, 被害人和家属 被被告人的治疗方法提出质疑, 并加以致死的时候, 被告人违背被害人及金属的医院, 继续按摩, 而且加大力度。 那么这种情况下, 被害人在案发, 被告人一直拒绝向被害人的亲属盗窃, 所以, 我们认为被害人的, 这个, 是情节是严重的, 危害是很大的, 所以, 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 变刑的时候, 从中处罚, 意见报表完毕。 那下面有辩议员发表辩议意见。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围久师, 犯过失之人死亡罪,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 罪名不成立。 那么我们从本来的实际群众上来看, 为告人被被害人的按摩行为, 我们认为是没有舒服大意的, 也没有过于自信的, 这个被害人的死亡, 在我们讲应该是个亿万事件, 被告人被被害人的按摩的时候呢, 为告人, 他是个农民, 是个小学里毕业的一个文化, 他对于帮助被害人按摩, 他的死亡是没有预计到的, 也不应该预计。 在第二轮的辩论中, 对于原告人的诉讼代理人提出的 被告人构成非法刑医罪,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的行为并不构成非法刑医罪。 非法刑医罪, 那么是属于职业犯, 在证明中, 刑医是从事的一种证疗活动, 那么从本案的室友证据来看, 虽然说被告人围救师, 公诉在之前, 对于被害人, 被害人进行过按摩, 但是没有其他证据材料, 能够证明被告人围救师, 在本案之前, 实施有, 属于新, 非法刑医罪中, 所规定的诊疗活动, 而且室友的证据, 也未能够充分的证实, 被告人围救师所从事的是一种, 以中医推拿, 治疗等方式, 方圆看病的诊疗行为, 所以说, 公诉认为, 被告人围救师的行为, 不构成非法刑医罪。 同时,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围救师的行为, 也不构成意外事件。 公诉认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那么, 公诉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 那么, 在于行为人在主观上的注意能力, 也就是有无注意或者认识能力, 结合本案的政治材料来看, 显然, 被告人围救师在本案中, 在主观上, 是有注意和认识能力的。 本案的纪念意见也证明, 因为被告人围救师的过度按摩行为, 导致被害人身体、皮肤、 脖部位的受伤, 也是导致起死亡的诱人。 所以说, 综合以上几点, 公诉认为, 被告人围救师的行为, 也就是对被害人离物生实施的, 过度按摩的行为, 与被害人离物生的死亡之间, 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所以说, 公诉认为, 被告人围救师的行为, 应当构成故事自身的死亡罪, 而不是意外事件, 也不是非法刑事罪。 刑事部分的法庭认论结束, 下面是法庭复旦领事诉讼的法庭调查。 对复旦领事诉讼研告人提出的诉讼警角, 这个被告人以及诉讼代理员, 被告法庭认论, 有证据向法庭提供吗? 我发表有证据。 没有, 下面是你法庭, 民事部分的法庭辩论。 原告人, 除了刚才在诉讼刀里面所做的事实理由以后, 还有什么深大补充吗? 因为被告的行为导致了死亡的后果, 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 我们请求的三项赔偿都是有事实的法律依据的, 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两项, 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两项, 民事件是负负负负民事诉讼的提供。 第二项, 看令被告赔偿原告, 释放赔偿金三顿费, 无一样是生活费, 共计75万0162元, 这没有事实的法律依据。 那负负民事诉讼的法庭辩论就结束了。 再找一下双方, 就这个民事部分是否愿意调解。 不同意调解。 那鉴于原告一方的话, 不同意调解。 原始的话, 法庭调查, 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 法庭对论结束。 如果中方还有深大意见, 可以在评后, 评审以后的话, 以出面警示向法庭提消。 下面有, 不代民事诉讼原告人, 做最后诊数, 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吗? 请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服务请求。 谢谢。 下面有被告人做最后诊数, 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吗?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 本案经过改定审理, 进行了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及被告人都做了最后诊数。 全部活动已记录在案, 本案则是宣判, 请时间发行将被告人围酒师要为看众所继续吸压。 有点。 2020年12月2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向州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被告人围酒师因过失致使他人死亡, 其行为以触犯刑律, 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围酒师犯过失致人死亡罪成立。 围酒师过失致人死亡属情节较轻, 围酒师具有自首情节, 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围酒师与附带民事诉讼员告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并按协议履行了赔偿义务, 有毁罪表现, 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判决, 被告人围酒师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两年。 按摩又称推拿, 故称按敲按雾, 做过最古老的医疗方法。 从古至今, 很多人便通过按摩等方式来缓解疲劳, 调理身体,甚至是治疗疾病,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按摩, 如果盲目按摩, 反而会适得其反。